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偶然间看到他卖一堆日本瓷器 这些日本瓷器呢 是打包甩卖 因为价格比较优惠 我就把这些日本瓷器打包购买了 其中就有这件瓷器 回到宾馆以后 我反复的看了一下 这应该是一件中国瓷器 并不是日本瓷 但是跟我一起逃货的朋友 他的意见是日本瓷 这件瓷器在我身边其实争议比较大 它为什么争议比较大呢 因为这种形制的瓷器 非常少见 如果是常见的 冰霉啊 或者是光彩啊 都非常有辨识度 那些都是产量比较大 被大众收藏者熟知 而我总喜欢收藏一些造型独特的古董 我简单说一下我的观点吧 首先我们看看底足 底足漏胎的地方非常干老 这个胎和新胎有明显的区别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文室 我们不看中间镂空的地方 我们看清花的位置是常见的冰霉纹 这种冰霉纹和清早期清晚期的冰霉纹不同 它这个花瓣是平铺排列 这种花瓣平铺的冰霉纹 是清中期的风格 我们再看中间镂空的位置 这个金钱文饰 也是一种中国传统的文饰 内部有强烈的波浪柚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件瓷器还是咱们清中期 到清晚期的一件外销瓷器 大家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可以给我留言 如果有类似的藏品 大家可以在我留言的位置 发图片进行交流 好喜欢本期节目的朋友 欢迎给我关注转发点赞 谢谢大家的收看